3Q行動全天起動 大聲喊口號就是希望能獲得更多支持 3Q總部發起的立委陳柏惟罷免案 將在10月23號舉行投票 我們是一隻隻的小蝦米 對抗的面對的是陳柏惟 這隻超大的鯨魚 他不但不敢為我們選民 為我們民眾發聲 反而當其小綠全力護航 痛批陳柏惟聲聞名代卻不為民發聲 就連前立委嚴寬恆也在罷免3Q哥 陳柏惟臉書貼文下留言加一 更深不將以義工身份參與罷免活動 也點出陳柏惟種種脫序行為 包括反對調查3加11回憶真相 反對擴大4000劑疫苗的採購 也不反對萊豬進口 甚至口出狂言說美國的蜜隻火腿超好吃 還默許空污政策進台中等等 都讓在地人感到新涼 不管他在霸凌別人也好 還是對於採購國際疫苗 竟然他不支持 還有對於萊豬的部分 他不只讓萊豬進口 更要求讓萊豬進入到 這種我們的教育體系 不過當事人卻認為自己遭母黑攻擊 更強調自由不該建立在霸凌別人之上 政治立場可以不同 但是有沒有上班有沒有做事 我認為不應該用說謊扭曲的方式 來欺騙選民 他做他的罷免義工 那我們做我們專業的防疫立委 沒有人出身就是當立委的 他不是我也不是 他沒有經過任何的證實就謊稱 台中市府在海線丟棄疫苗 而後來台中市府有出面澄清 打臉他了 他完全不做任何解釋 完全不做任何的道歉 他們說我們這四萬多個連數罷免 他的人是假公民 是猴子 這個才叫做抹黑 雙方言語交鋒 更說各話 隨著罷免案時間接近 一方人馬爭取曝光 另一方則是全力辯護 最後結果如何就交由選民決定 環宇新聞 紅世辰 張家寶 劉沛廷 采訪報導 日韓焦點全面掌握 東亞局勢全球關注 新時代的區域進合 台灣in or out